歡迎收看最後一週的甲組聯賽直播 來到今天5月19日 都可以說是歷史性的日子 對我們晉英九龍城來說 完了這場比賽之後 正式是捧起這個甲組聯賽的冠軍 今天這場的甲組聯賽殺科戰 就會對著力爭護級的黃大仙 再整個彈腳掛上去還不行 借家俊見高不見軟 踢到金區裡面第一點完全沒有人拿 敵了地之後兩個藍衣服自己爭頂 但都叫他解圖圍 但解圍不軟的韋傑 再叉橫給許家樂 左邊斬他 過了一個 但是進了一個圍圈裡面 一個藍衣的圈裡面 再斬到美柱 這裡的解圍不清脆 許家樂一按 看著死角的了 燒雞 益成 看看後面 一路長邊的教練 叫著李博華 看著 打會不會找到他 陳文輝其實放在美柱 還沒得 黃永康出來接曬 今天就只是乳粉輕微 希望一會不要有更大的雨勢 這裡出來了 許家樂 許家樂就負責擺球 真的斬的也是蕭家明 蕭雞 來了 彎過來 也是這樣 差點打 沒有了 不知道是否剛才那個 傷勢少少影響了黃永康 這一下出來 就 完全打不中 這個手錘 打回頭 有隊友補多頭也沒用了 朴瑞進就輕輕鬆鬆在門前 撿一隻死雞 好啦 給回來左邊先 李博華 這幾分鐘上場最快節奏 李博華 左腳 大了一點 給回來 上場不太多球踢的國援楊巴林 勢勢力彎進來 這個線路都幾毒下 但沒什麼隊友呼應 奧欣博 帶過來 是不是想起腳 對了 MV卡在前面 封住了 奧圖寶想找球 于政君走過去追 有沒有犯規 有啊 弘正 黃大仙在上半場 保時階段 有個罰球機會 這一下罰球 偷不偷到雞 他過來 漂亮啊 來自恩偉康的左腳 不過深了一點 上半場 進九龍城 和上一場對公民過程有點相似 機會就寧寧可數 但把握著對方一次失誤 年輕門將黃永康的一次失誤 打手錘 不清脆 結果益了韓國的球員 撲瑞俊 門前輕鬆一點 進九龍城 上半場領先住 下半場真的要拿分才可以互賭級的黃大仙 球正在處理一下中間一些的身體碰撞 轉過來 頭柱 有陳文輝 這裡沒腳 漂亮 余靖君 你看他們 真的好像拿冠軍那麼開心 下半場一開球 都不夠兩分鐘 角球開出來 頭柱的文輝 這裡也先殺過 解圍撞了Q 踢了空氣 直接漏了給美柱的余靖君 左腳第一時間 抽入 遠處 文輝 先放過頭 找到許家樂 胸口叫停給 朴瑞俊 右手邊叫沒有給 許家樂 轉了360 Low 6Pass 進去 朴瑞俊 腳面一撩 不中籠 陳文輝再來 這次開短的 和Lang哥 做個配合 再彎去美柱 有些高了 但都找到Amica 回到來 中間一輪混亂 拋了樽 隔頭就 可惜進不到球 圖寶 不敢拉跌他 被他拉著 一路交過來 右手邊 剛才入球功臣 余靖君 再扣回後面 拿阿朗 想起腳 抽到他 好帥 包到底 這下譚駱軒斬過來 陳卓光一頭頂走 阿里補多頭 再加一頭 都不可以 黃永康接實 中間奧圖寶 又是對著幾個紅衣 兜頭給進來 楊巴林 再給余靖君 許卓倫 立刻斬過來中間 其實都是想給奧圖寶 但余靖君叫他 其實可以放直線 都可以 好啊 這裡再上來 很厲害的 Andrew 得花身位先 這場就是他 如果計算鋼賽 是第四次後備上陣 上場對公民 第一次聯賽後備上陣 另外在杯賽 對屯門對海景 都有後備上陣 看看他們的籍球員 知不知到 真的要喊著對球 不輸得了 這裡奧圖寶 後腳解圍先 Emika頂回去禁區裏面 莫庸不頂不到 趙小慧一道 越左衛先 看球的似是中了微角 還是 HIGH到呢 但無論如何都不用理了 因為越左衛先 不知道場邊一些的籍球員教練 會不會傳達到訊息進去 特別是跟球員講要谷 但是這裡突然間 整個隔離場的球 搗亂一下 哎呀 比回來兩個球 是不是要吹停 沒有影響到 長球繼續 這樣就燒雞 這個球踢去 橫邊不夠力 其實 看看場內的情況 牛仔 八二的球 走到右邊 角球旗位置 嘩 弄多個施打轉身 去賣 拔都拔不下 再出 散到人 角球 好 斬過來 等一下就頂到韓駱軒勢勢力再放回中間 一射就搞定了黃澤勤 這一球球不是可以宣佈黃大仙呼吸失敗呢 那真的被黃澤勤不許殺波箭找到他今季開齋球 解圍出來趙少衛 這裡人多打人少,可不可以多打一顆 看看中間幾個隊友可以選擇 但一路帶來沒人賣,都是交橫到啊 阿里 這邊都鎖定勝局,3比1 眨眼看以為Andrew入球,不是阿里 阿里也找到他今季的開齋球 在進風上半季就沒什麼上陣機會 回來九龍城可以說是愛回家 南華最後一場就大勝七球 現在都贏著永二 他們會壓過今天輸給西貢的元朗升上第三位 拿到今季的甲組聯賽貴軍 好了,這裡就完了,俊英九龍城 2023至2024年度,甲組聯賽冠軍得主 俊英九龍城 很少, grant一下 你在那邊打算 撞著永遠 連夜 都不一樣 你應該輸給西貢 你要支撞著 大田 你快樂 不一樣 你快樂 你快樂 你快樂